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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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LuLu LuLu 看樓系列又回來了 是不是很想念我呢 最愛加息客人心都來一來 所以買樓就要看定些 這個時候最好就是租樓 所以今天我就帶大家來看 大圍站的拍奧裝 Let's go 大圍站B出口是公共交通交會署 有巴士、小巴、的士 旁邊就是拍奧裝的住戶入口 拍奧裝有三期 第一期已經陸續收樓 所設備非常完善 免職約28萬平方尺 有大型梯田 魚米共生園 燒烤木屋、室內外游泳池 天制茶室、建設室等等 這個是Farmhouse 可以邀請一大班新朋友來 其實它還加了一個很特別的元素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它加入了大圍鐵路站的路軌 那它有什麼用呢 它就是如果你要請三、四十人 你想合併桌子的時候 就可以推在一起 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想法 這個空間感很大 那道門可以打通 另一邊也可以買到三、四十人的宴會 這邊的玻璃幕牆 其實也可以升高 令到空氣再流通 然後外面就是種菜 其實可以帶小朋友來種菜 還有一個概念就是Farm to Table 在外面種完菜 就可以拿過來吃 這個概念很好 若一有小朋友 就可以和你一起親子活樂 拍奧將以都市莊魚尾學做主題 所以會所有一個魚米共生魚 以自然生態循環方法去種到米 家長可以帶小朋友認識大自然生態系統 來到兒童戶外遊樂場位置 竹林頂頂位置有燈 晚上的時候會發光照明 這條上滑梯有兩條通道可以上去 不過呢 我太高了 其實我不是很高 所以小朋友可以在這個爬樓梯上去 我呢 就走這個位 你們準備好嗎 看我上滑梯了 嘩 我太胖了 這個區域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其實大人玩都可以很開心 這個大草地可以一班朋友chill住野餐 不用出去和人逼 在屋遠都可以享受到郊遊樂趣 就算我現在一人之境 都可以很盡興的 這裡就是BBQ的地方 這個設計是由一個香港本土設計師 以樹屋為主題做的設計 超級漂亮 到來看看 這裡很多工作平台 可以放很多食物 如果大時大節的時候 可以邀請親朋戚友來這裡 完全是沒問題 這裡已經有一個燒烤爐 還沒拆封的 而且那裡有一個洗手盆 這個空間感是超級大 而且我現在面前這個位置 到時可能應該會放到一張 六至八人的餐桌 哇 可以結了一群朋友來 好開心啊 而且現在超級冷 我都想BBQ了 室內遊泳池全年開放 就算冬天都不怕冷 而室外遊泳池全長五十米 亦都設有沙灘椅位置 可以享受寫意人生 在室外遊泳池有個瀑布 離遠望上去這麼漂亮的地方 是哪裏來的 這裡就是Tea House 可以享受茶 而且可以看著外面的泳池景觀 會所景觀 最特別就是這個瀑布打卡位 你看看底下 嘩 是瀑布在我的腳底下 來到健身室 一個玻璃幕牆 彩光度十足 亦都有超過十幾部跑步機 彈斜機 伸展副寵器材 這裡就是室內羽毛球場 天幕設計 日頭的時候可以折射太陽光 這個健身室還有瑜伽室 進來看看 我們做了全木地板 燈光氛圍都令人很舒服 如果我住在這裡 就可以在這裡做瑜伽 進入住宅使用拜特通 如果有朋友拜訪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裡等候 今天帶大家看這個量房單位 實用面積431呎 這個方向是望楠位的 一進來門口 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它有一個雪櫃很大 用西門紙 也用了新世界專利 這一套叫做Keeper 後面這個是磁石板 可以將不同的配件貼上去 我沒有弄爛 這裡可以放下筷子 這個可以放下iPad 如果有時候想煮東西的時候 看著食譜 在這裡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這些可以放下 湯殼 廚具的東西 其實它承受重能都可以 而且我覺得這個位置也很好 就是這個拉替式的 放下調味料 因為煮東西是很多調味料 而且這個爐頭是四層爐頭 我覺得超級好用 對 四格 還有下面就是一個微波焗爐 一應俱全 我覺得這個廚房很好 可能令到一些不太煮東西的朋友 都會覺得想掀起這個煮東西的興趣 或者可以請我來煮東西給你們吃 客廳的位置 其實這裡可以放一張三型的沙發 都很充足 面前就放了電視櫃 左手邊也放了一個煮物的空間 可以放一些書 或者放一些香氛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香氛 所以這個層架也很有用 聽到的位置 旁邊就有個露台 我們出去逛逛 這個露台長長方方 其實也很實用 可以放一個椅子 可以在這裡喝杯咖啡 看看書 享受一下私人時間 其實也挺舒服 來到廁所的位置 這個廁所麻雀順小 五臟俱全 來到左手邊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MIRRORPLUS 化妝鏡櫃 這個燈光很漂亮 剛剛同事介紹 這個是無死角的鏡 漂亮嗎 漂亮 我自己回答自己 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 容易放大鏡 可以放大一下 我今天的眉毛畫得漂亮不漂亮 眼線畫得漂亮不漂亮 還有一個細心設計 就是在左手邊 就有放了這個 充電器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廁所 化妝的時候 可以放電話在這個充電 很好 還有一個 新世界的專利 你猜不猜到是什麼 就是這個兒童腳踏 小朋友不是很高 雖然我也不是很高 可以站高一層 就可以在這裡洗手 而且這個兒童腳踏 它下面也放了儲物空間的位置 不會浪費 來到右手邊 右手邊的位置 就是Logery Plus 底部放了一部洗衣機 平時洗衣機都會放在廚房 這次放了在廁所 因為它在這個位置 做了一站式的洗衣服務 平時你洗完澡 洗完澡 把髒衣服丟進去洗衣機 洗完 就在樓上這個位置 拉出來 浪衣 因為這個廁所 有浴室寶 有浴室寶 就可以在這裡浪衣 然後這個板 也可以放進去 浪衣服 這件衣服抄了 就可以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拿個烤衣板出來 烤衣 再穿 我覺得自己在這個位置 很嫌妻 我們看看第一間睡房 第一間睡房 正正方方 如果兩人住的時候 這間房可以放下衣櫃 或者做書房 或者嬰兒房 其實都很充足 其實陽光很充足 現在我們下午三四點 其實是很光亮 我們去看看第二間房 這間房是主人房 長長方方的 在我面前這個位置 可以放到一個標準的雙人床 這邊都可以放下衣櫃 化妝櫃 面前就是面對著工作平台 這個工作平台 正正方方都很實用 可以跟老婆 二人世界出來 講一下心事 而且如果你喜歡 有陽光的地方曬餐 其實這個位置 也可以去做曬餐的工作 今天參觀完拍奧莊的會所 和單位 我在新世界設計了很多專利 我很細心 我自己特別是很喜歡 廚房的位置 Keypress 它是磁石板的鐵牆 然後放不同的配件進去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煮東西吃 其實不同的配件 可以方便我煮東西吃 平時我會覺得 新樓很多都是開放式廚房 好像不太能放東西 但今天是令我有改觀的 再加上會所 是超級吸引的 我特別是很喜歡 BBQ的位置 因為BBQ的位置 是一個外地 超漂亮超舒服 因為設計了這個樹屋的設計 我邀請一群朋友 喝酒 聊聊聊天 以及和旁邊的BBQ 其他朋友 是有些空間 你又可以看看泳池 又可以看看自己的屋苑 我覺得是一個凡事 現在的社會這麼煩囂 但可以回到家裡留下 也可以去休息一下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拍奥章在大圍的BOY出口 一出就已經是 其實是超級方便 因為我今天在金鐘過來 試一下 金鐘過來 是17分鐘已經來到大圍站 是超級方便 因為有條馬線 東鐵線 其實去哪裡都是很方便 如果你說不是很熟大圍站 其實大圍站 附近是一個小區 很多的餐飲 超級市場 你要買什麼 其實都要有 現在拍奥章的兩房單位租金 大約是兩萬元 配合這個會所設計 我覺得是很吸引 而且因為現在有這個屯馬線 去哪裡都很方便 希望大家如果在看影片的你 想租樓 或者是參觀一下拍奥章的單位 非常推薦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